我已经过上了农民的生活 哈喽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酒鬼们 回到我的微信酒馆 终于终于 又开始拍视频 现在回来要好好工作 今天呢 是我们摘葡萄的第一天 种了一整年 我们终于可以摘2022年的葡萄了 给大家出一期这年 我工作实习的一个Vlog 让你们看看 做一瓶酒是多么的辛苦 喝的时候呢 给我用一个感恩的心喝好吗 大家原谅我没有化妆了 这种体力活要化什么妆呢 给谁看呢 简单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环节 是我们要干什么 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摘葡萄 非常枯燥的一个环节 都是体力活 摘完葡萄之后呢 要怎么样 用手选葡萄 就把那些坏的啊 还有叶子啊 那样梗啊 都给用手剪出来 如果你不经过筛选呢 葡萄酒喝起来呢 就会非常的粗糙 所以呢 这一步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今天 Passo这个地方啊 46度 46度 然后再加上这个干燥的天气 就是沙哈拉沙漠 来给大家看看啊 Passo这地方热到什么程度呢 仙人掌都哭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摘很多葡萄 因为如果你不摘它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葡萄干 葡萄干是不可以酿酒的 所以呢今天呢 又试试一个吃酒站 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起点能睡觉 走吧 今天我们摘的这个叫什么呢 叫move 长得超级可爱呢 给你们看一下 叮 嗯 形状怎么怪怪的 摘了葡萄之后 是不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就开始变黄了 但我觉得这个是最漂亮的时候 来吧 这里面是不再来的 好 。 。 。